滾滾溪水 霞帶大量泥沙 猛煉沖刷下來 把整條道路全都淹沒 警察人員只得徒步涉水進去搶救 因為這水深竟然已經淹到 將近大腿的高度 就是因為儘管山土的颱風 已經減弱為熱帶性低氣壓 但受到外圍環流的影響 讓新北市金山萬里區四號下起暴雨 截至下午五點 金山累積雨量四百三十毫米 導致圓潭溪溪水暴漲 淹過露面 從昨天晚上深夜到今天的 強降雨有沒有 導致我們的 沿潭溪暴漲 那目前的話 大概從我們的四十四號橋 也就是臺俄線四十四K的地方 到四十三K的地方 都是淹水的 淹水的狀況 車輛全卡在這 動彈不得 為了安全請戒萬里大棚地區 臺俄線四十三點五公里到四十四公里處 目前全都是封鎖雙向通行 讓在地民眾有家歸不得 不只在地民眾因為淹水車過不去 大棚國小內更是醃成小河 覺得緊急進行出散 那目前我們公所已經開設了收容住所 針對像大棚國小的學生 我們也都接送到我們公所去做收容 那目前只要是有疏散的民眾 都會一併到我們公所去 雖然山陀颱風已經轉落為 熱帶性低氣壓 但狹帶的豪大雨仍不容小覷 也提醒低蛙地區的民眾 應該特別注意預防淹水 採權主任 領處海流富池綜合報導 直呼真的好無言 北海岸暴雨 新北市金山老街瞬間淹大水 水深更是達到小腿位置 民眾只能小心翼翼 一步步慢慢往前走 雨越下越大水也越來越深 庫管捲道不能再高 山頭颱風雖然減弱成熱帶性低氣壓 但是仍然帶來強降雨 讓當地馬路淹成一條黃殼 附近店家也只能泡在水裡 勉強做生意 金山老街菜市場水淹幾乎集息 沈了水上市場 攤商們無奈問天 這場雨要下到何時 眼鏡身材工具被淹沒 卻也無能為力 這段金山慈戶工外頭原本搭好的棚架 也都被淹到只剩下上半身露出水面 水淹的位置啊 差不多在我們的膝蓋 快到腳踝的地方 那現在雨勢還是不斷地加大 然後水一直不斷地升高 水位隨著雨勢越來越高 金山的居民只糊住了這麼久 第一次遇到水這麼誇張 後續該如何善後恐怕是居民 接下來要煩惱的問題 3新聞中央報導 看見車輛靠近 交管人員立刻上前阻擋 因為前方道路中斷 出現大規模坍塌 大片土石滑落山坡 混雜著樹枝和後製牌 這裡是基隆新峰街 海中天社區外 現場超過50輛機車 殘遭掩埋 壓在土石堆裡 車主急到忍不住哽咽 一大早怪手機具開挖搶修 但受到大雨影響 土石不斷滑落挖不完 恐怕得等週末才能通車 預計先暫時挖出行人 以及救護車能通行的寬度 作為緊急通道使用 透過空拍畫面 原本的綠地變成黃土一片 道路也被黃土掩埋 無論人車都無法通行 4號凌晨一夜大雨 突石就從山坡往新峰街衝 估計走山範圍約700平方公尺 路段長達80公尺 旁邊的社區大樓差點遭到波及 基隆新峰街有很多的社區大樓 而這條路同時也是通往台溜的甲線 以及高速公路的重要幹道 因此發生坍塌 讓附近的居民都很崩潰 走通很不方便 所以你今天是再生駕一天 對 再生駕 對 沒辦法去上班 儘管山土的颱風已經解除警報 但土石崩塌不只道路受阻 連帶影響到公車路線 在搶通之前 居民恐怕得提早出門 避免塞車 財政新聞 秋名陳怡軒 基隆才有報導 基隆市德河國小校舍後方土石崩落 教室走廊被迷水入侵 我們早上就是發現那個邊坡 有緩慢的在滑動 那個樹枝都有發出聲音 那這個時間我們就立刻先 這邊後面這一棟大樓的部分 我們學生就不上課 那我們就把學生疏散到前洞來上課 學校師生緊急疏散 所幸校舍穩固沒有即刻危險 在從右影藝科大旁 也有同樣的情況 說拍影片看一下有沒有狀況 然後就剛好有拍到這樣 就整個滑落下來 對 整個滑落下來 因為昨天的雨勢蠻大的 那個雨勢整個衝下來 基隆市一七路清晨兩度坍塌 柏油路面還出現斷層 山坡直坯已經被土石泥流覆蓋 越梅路還有車主愛車 直接被土石掩埋 總共幾步被埋住啊 沒有 一步 一步就那一步而已 來不及那一步 那一步是那一步 昨天生意開始 猛爆豪雨轟炸基隆市區 不少地方都有土石災情 光在信義區 中山區及中正區 就有四個地方出現走山的情況 信義區越梅路半夜直擊泥流滾滾 到了白天滿目瘡移 同樣也在信義區的 從右影藝科大 路標反射進都滑下山坡 中山區的德河國小部分校舍教室全毀 還有中正區的調河街 因為緊鄰鐵道 怪手火速進駐清除土堆 土木機制工會專家 趕場到處評估 因為雨量超過負荷 目前將會先做臨時性的補牆 與搶災並行 後續再做修復 防毒雨勢又來 已經脆弱的邊波 再度懂它 三立新聞林俊華 許家瑜 金融報 豪雨猛炸 雨水沿著坡道 全部匯集到低洼地區 地下道變成河川 駕駛開到路口 眼看瞄頭部隊 趕緊迴轉離去 冒著大雨到場 原警緊急拉起封鎖線 阻止用路人再繼續往前 不過早已有車輛受困在裡面 聽了啦 千二 你有發生嗎 黑色轎車泡在水裡 拋錨動彈不得 駕駛還在車上 想方設法安全脫困 剛才沒風起來嗎 沒有啊 出動脫掉車 救援愛車 車主無奈表示 當時沒有預先拉起封鎖線 直到開進去後 才發現大事不妙 三號晚間宜蘭市區 下起滂沱大雨 市區淹成汪洋一片 積水超過半個輪胎高 民眾苦衷作樂 直接在馬路上游起湧來 大雨來得又急又快 短短一個小時內 羅東時雨量達到108毫米 海水不急 造成市區淹大水 縣政府緊急加派抽水機 協助抽水 四號一早 積水已經退去 不少民眾店家 都在忙著清理家園 打開門一看 心都涼了一半 好大雨來得猝不急防 民眾拼命把水往外咬 看著家園和愛車 實在好心疼 餐廳新聞 黃國瑞 蔡宥賢宜蘭 採訪報導 民眾手機剛好拍到基地台墜落 嚇得講話都結巴 雷聲霹雳 住戶再度受到驚嚇 陽台窗戶破損 風雨都灌了進來 一夜驚魂過後回到現場 就在屏東縣內浦鄉的一處社區大樓 好幾頓中的電信基地塔台掉落中庭 可以看到塔台基部的金屬構建已經完全撕裂 密密麻麻的線纜還一路從大樓頂垂落到一樓 住戶陽台的旅門窗和採光罩都被刮壞 住戶帶著記者走進去直擊 旅門窗都已經歪斜 忙著清掃滿地碎玻璃 女主人說當時只聽到風雨強勁又打雷 沒想到這麼嚴重 我倒是嚇到六神無主吧 六神無主嗎 不是像電視上的吐司就順便挖什麼對不對 當然是啊 嚇到 嚇到嗎 而且剛好我先生又不在家 這個基地塔台有三家電信業者使用 方圓兩公里左右 手機跟網路訊號微弱了不少 但是如何賠償大樓和住戶的損失 要等清理過後 慢慢跟國安委會一起善後 三立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送一樓 要 走啊 風大雨大乾脆不擋 羽球好手周天成張開雙臂大聲吶喊 山頂途回颱風三號中午從高雄登陸 未來左營的國訓中心也是受到波及 誰啊 誰啊 餐廳回到宿舍路上 還得通過一陣風雨 可以看到羽球選手周天成王子維 一行人被凌晨落湯機 鄉金門也是困難重重打不開 儘管國訓隊放颱風架 但羽球男單選手卻是風雨無阻 協下無論什麼狀態都樂觀看待 國訓中心停電視線不良 周天成也下注解說這叫專注預判 停電就有自然採光 颱風聽人帶來良好通風 不過回到房間迎接他們的事 好手郭冠林寫下覺得房間快變成游泳池了 因為外頭雨水一直從窗外撒進室內 連地面也是濕搭搭 而風雨不只進到室內更灌進廚房 天初用水桶接水的照片 一人陳孟賢直呼知他看過最強的颱風了 因為強風大道排氣管道罐 抽油煙睛也在下雨 一人嚴永烈也寫下第一次出外景 遇到要下車避難的 更說露面已經變成飄飄河 有些人工作有些人訓練 但颱風天來襲也只能苦中作樂 三天宣傳高官宣傳高官宣傳高官宣傳報道